现在我跟大家来简单聊一下这个 AJ38他的穿车感受 另外呢 这集肯定不是JORDAN广告啊 为了证明呢 我先广告一下我们自己的产品 就是我们的 413A的手表 在七月中下旬呢 就陆陆续续的跟大家面试见面啊 所以大家如果夏天缺配饰缺手表的话 先说外观 首先 AJ 作为JORDAN的旗舰产品 然后每年的鞋盒其实他都还蛮特别的 那今年的话 我拿到这个配色的鞋盒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还挺尖压的 因为它不像是一个旗舰产品的包装 所以呢 这双鞋子也是JORDAN系列里面 最可持续可再生的鞋子 因为它20%的材料用到了可回收的材料 我甚至能在这双鞋盒看到很多耐克自家产品的影子 整个外观我觉得不算惊艳 但是也绝不难看 然后这个鞋子呢 它是XDR的底 我把那个吊牌摘掉了 国外的版本 国际的版本呢 是水晶底 还是说国内对于鞋子的寿命要求比较高 这个鞋子黑色的部分呢 有很多这样的立体刺绣 上面的41个交叉点代表了乔丹 场军41分的得分 6.3个折线呢 代表了乔丹 当年6.3的场军助攻 8个半平行线代表了 交代那一年的场军8.3个篮板 鞋子的内侧鞋帮处呢 上面有一些有三颗完整的菱形 代表了乔丹的三个总冠军 包括还有其中一只脚的内侧 绣了一个很大的戒指logo啊 代表那一年的总冠军 对 这内侧呢 有23个小点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是不是什么盲文还是什么特殊文字 它代表的乔丹23号 然后那外侧的TPU上有38个点 8代的最标志性的就是那个交叉型的鞋舌 然后这双鞋子至尽之处就取代了它的鞋底 鞋底的话它是用了一个X plate 就是X型的一个前掌的一个垫片 前几个AJ正代的鞋子 主要就是侧重于帮助增加跳跃和推进力 但是根据Jordan的大数据 包括跟球员的反馈和探讨呢 他发现大线现在更多的球员 是对于转身空切 还有防守侧滑的这些 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产力感 所以整个鞋子的设计思路其实重心很低的 这个X型的弯折点呢 刚好又把中底这个cushion露出来了 就是所以的话这个鞋子的弯折的时候 刚好能够卡到这个弯折点的位置 所以并不影响这双鞋子的灵活性 然后鞋子中底呢 有一个全掌的Air Struggle漆点 你跟利拉德的系列比起来 跟维斯布鲁特的比起来 或者跟塔图姆都比起来 你会感觉到它软 就是软的清晰可见 内侧和外侧它都加入了这样的一个硬质TPO 这个TPO不是一般的硬呀 因为你看起来这种哑光色的 或者是半透明的 是不是感觉是能捏得动 像那个韦德之道10样的那种侧面TPO 不是啊 这个是Gabber硬 一定程度上增加你侧向移动的稳定性 这双鞋子的透气孔 来得异常的慷慨和异常的大 这种侧面材料的编织气孔 已经跟两鞋块差不多了 鞋舌的透气孔大的就有点离谱 这已经不是孔了 这已经是洞了 我觉得鞋头的这个皮呢 我一开始很担心它 像比如说AJ18那个复刻的版本的皮一样 会比较硬或者是怎么样 但实际上还蛮软的 甚至比很多编织鞋面的篮球鞋的布料 感觉来的还要软一点 一个是鞋带的鞋带孔比较少 所以这个鞋子如果想有比较好的 这种中高汪的包裹感的话 你必须全系 少系一个你都会觉得脚腕锁定不牢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因为鞋面跟鞋身它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鞋身这个黑色的材料比较软 所以你侧向移动的时候 还是能够感觉到一点 就是鞋面的这个叫什么脱拽力 或者这个张力 有时候动作太大的时候 它不足以把你整个脚拉回来 就这双鞋子没有给人一种 横空出世的一个新篮球鞋的感觉 它没有给你一个太多新的概念 但是它就是像38岁的老男人一样 是吧 方方面面 经验上是吧 体力上都是达到了一种平衡和巅峰的时候 就鞋面的材料简单了以后 包括结构简单 包括鞋面的这种拼接材料简单了以后 换个颜色 比如来个夏天薄荷绿 是吧 来个猛男粉 再来个什么纯黑黑武士 都是特别好的篮球鞋和通勤鞋 就是能一鞋多用的一双好鞋 再来个小鞋面的材料简单